Middleton College是一所坐落于英国威尔斯北部的小型斯立技术学校 距离英国曼茨斯特约一个半小时车程 学校成立于1859年 由小学到中学 8至18岁学生提供一条龙教育 学校有先进的教学理念 将优秀英式教育精髓 融合21世纪的学习应用 尤其以STEM教育尤其出色 学院不但学术成绩表现出色 据前瞻性户外学习理念及其成果 更获威尔斯教育局颁发教育长薯永 2020年公开考试中 Middleton College学术成绩表现十分出色 GCSE公开考试中 有78%学生拿到grade 9至7 相等于旧会考A升至A成绩 拿到A升至C的学生 更达到100% A level公开考试中 有78.8的学生达到A升至B成绩 有50%学生更达到A升至A的成绩 大部分学生顺利升读心意学校 包括华威大学 爱丁堡大学 杜伦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等罗素大学集团研究营大学 学校除了重视学术发展 还十分重视课外学集 我们听下校长怎么说 欢迎来到Middleton College 设计了一项创新的 Oldoor Learning Program 学校每两个星期便会举行一次为期一日的户外学集 内容包括爬山、探险、攀鸭、承索下缸训练、爬动木舟、定向运动或者参观城堡和估值等 学校的户外教育计划 及威尔斯教育监测局 ESTYN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致他们要求学校 就其户外教育计划编写案例研究 被其他学校使用 此户外教育计划更获得 威尔斯教育局颁法教育长蔬荣 学校户外学集主管 Chris Easterbrook 表示 户外教育计划完全是为了 丰富学生的课外学集 他们可能会在一个古老的彩石场里里面攀爬并且学习 令到他们对地质、生物学和工业历史有所了解 众所周知 心理健康和绿色空间有着感密的联系 学生透过户外活动 大大提升了心理质素 以及个人和社交的技能 户外学集主管还表示 在任何天气下都会带学生出去 这样会令他们了解风险管理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学生亦表示 透过户外计划学习 他们学习了很多生活技能 提升个人应变能力 社交技能 组织能力 和团队合作精神 我们听一下校长如何形容他们的毕业生 地步 身为社交技公园 游戏 什么学生 中将被集中人 相比较之一 重量的带伴 在学生 昨天学生 每个学生 都诊断 一个人 学校全方位支援国际学生提供英语适应课程 除了在主要课程中提供英语语言技能外 非英语国家学生每星期还需接受4-5个小时的英语教学 Key Stage 4的学生将按IGCSE英语第二语语言课程进行学习 而进入Year 12的学生必须达到B1的最低要求 并将遵循IELTS课程进行学习及准备考试 Middleton College每年学费为36,600英镑 通常海外升学学费中还有很多额外的习项费用 但Middleton College全年学费已包括 每年三个学期Half Turn假期免费住宿 离校往返机场接送 全年国际学生应预补习班 想了解更多Middleton College的资讯 可以向以下机构查询